大家好 歡迎來到新視野 我是劉昕 12月14日 本應該由選舉人團確認美國總統當選人 但是沒有定論 而美國司法部長巴爾的去留卻有了結果 當下 很多媒體只關注了巴爾的離職 而沒有關注巴爾的辭職信和其中的內涵 今天 我們來和大家解讀一下 巴爾的辭職信 以及辭職信中釋放出的重大信號 同時和大家推演一下巴爾和川普的關係 星期一下午 川普發推說 剛剛在白宮和司法部長比爾·巴爾 進行了一次非常愉快的會面 我們的關係一直很好 他的工作很出色 根據信件 比爾將在聖誕節之前離職 和家人共度假期 推文中 川普附上了巴爾離職信的全文 一共有兩頁 巴爾在信中表示 將在12月23日離職 而在離職前的最後一周 他將處理完政府中的一些重要事項 具體是什麼重要事項 巴爾並沒有說 我們將在視頻的最後和大家分析 川普總統在當天的另一條推文中 宣布了代理司法部長的人選 推文說 副司法部長傑夫·羅森 是一位傑出的人 將成為代理司法部長 而德高望重的理查德·多諾霍 將接任副司法部長一職 巴爾為什麼離職 川普沒有說 巴爾自己也沒有在信中說 今年70歲的巴爾 曾經擔任過兩任美國司法部長 1991年至1993年 擔任了老布什時期的第77任司法部長 從2019年2月開始至今 被川普提名為第85任司法部長 作為一名資深官員 巴爾深知自己的角色 也對華盛頓複雜的環境了如指掌 在任職的一年多以來 巴爾對川普給予了他能夠做到的支持 在推動對巨型科技公司 比如臉書、推特和谷歌等的調查 以及對中共官員祭出制裁名單 關閉孔子學院 以及對通俄門的調查方面 巴爾的表現都可圈可點 他和川普的關係一直以來也是相當的不錯 然而 在拜登的兒子亨特醜聞曝光後 並且牽扯到拜登和國家安全問題的時候 作為司法部長的巴爾 並沒有積極的投入到調查中 另外 11月3日 美國總統大選過後 川普陣營爆出了大量大選舞弊證據 證明了今年總統大選存在著大規模系統舞弊的時候 巴爾也沒有什麼動作 這引起了川普本人和川普陣營的不滿 那麼 巴爾究竟是怎麼看川普的? 巴爾究竟是不是內鬼呢? 關於這些問題 我們先從解讀巴爾的辭職信入手 巴爾在辭職信中 首先表達了對川普的感激、讚美和敬佩 巴爾在信中稱 他很高興有機會在週一下午 向川普總統匯報2020年選舉中有關 選民欺詐指控的審查 以及如何繼續追究這些指控 他說 在國家有這麼深的分裂的時候 各級政府和在其職權範圍內的所有機構都有責任 盡我們所能來確保選舉的公正性 並增強公眾對選舉結果的信心 從這其中 我們可以看出 巴爾對選舉中存在的舞弊 以及這次舞弊對美國產生的撕裂影響 內心是相當清楚的 從辭職信中看 巴爾可能在此之前 曾經當面向川普提出了辭職 並且受到了川普的挽留 巴爾在信中說 我非常榮幸您要求我 再次擔任司法部長 為您的政府和美國人民服務 我為在您給美國人民帶來的許多偉大的成功和成就 這其中 發揮了作用而感到自豪 我們從中可以看出 巴爾並沒有失去川普對他的信任 但是 對巴爾在調查舞弊中的不作為 川普是失望的 在辭職信中 巴爾用了較大的篇幅 讚美了川普在當政期間取得的成就 包括創造了美國歷史上最好的經濟體制 恢復了美國軍力 達成歷史性的中東和平協議 遏制非法移民 增加國家邊界安全 任命大法官提高法治水平 以及在對抗新冠肺炎中 挽救了數百萬的生命等等 同時 巴爾對川普總統收到的攻擊 有著清醒的認識 他對川普抵禦攻擊的毅力深感敬佩 巴爾說 很少有人能夠承受這些襲擊 更不用說在承受的同時 為這個國家制定積極的計劃並奮鬥了 所以 我們可以推斷 巴爾和川普在原則問題上 應該有很多共識 正如川普在推文中說的 他們進行了一次非常愉快的會面 他說 我們的關係一直很好 那麼 有了川普的支持 巴爾為什麼還要辭職呢? 我們認為 應該有內外兩個因素 我們先說說外在的因素 大家應該都已經注意到 最近有關巴爾辭職的新聞 是一個熱門話題 左派媒體也藉此大做文章 比如 12月1日 美聯社報導說 巴爾認為司法部沒有發現選舉舞弊證據 製造了巴爾和川普的不和 巴爾要辭職的輿論環境 但是 之後我們發現 美聯社的這則報導沒有採訪時間 也沒有介紹背景 報導發表的時間也是相當的蹊蹺 因為當時川普律師團隊正在各地舉行聽證會 爆亮了大規模舞弊證據 美聯社的報導更像是在有意的打擊川普 從中挑撥川普和巴爾的關係 最近兩天 福布斯報導說 在首次離職老布什政府的司法部長後 巴爾曾任職過華爾街公司的執行官和董事 賺取了數千萬美金的報酬 使得巴爾受賄成了另一個熱門話題 我們發現 巴爾在2018年任司法部長以前 在Kirkland & Ellis法律事務所工作 曾經作為法律顧問 幫助了Staple Street Capital投資公司完成收購 Staple Street Capital是Dominion的母公司 由中共企業控股 這一下巴爾和Dominion投票系統似乎扯上了關係 那麼 巴爾對選舉舞弊調查的不積極 是否和他當年在華爾街的利益有關係呢? 我們認為 現在的主流媒體新聞要反著看 就像看中共官媒一樣 主流媒體報道 巴爾在華爾街的利益 可能有兩個目的 一方面是在踩巴爾 挑撥巴爾和川普的關係 目的還是在打擊川普 另一方面 他們知道巴爾辭職是遲早的事情 所以藉此來警告巴爾的繼任者 如果和川普站在一起 都可能受到緋聞攻擊 至於巴爾在併購案中的法律顧問的角色 我們還無法把巴爾和Dominion投票系統的關係 放在一起 我們再來說說內在因素 我們認為 巴爾是個老實人 但是可能缺少智慧 個性保守 但缺乏勇氣 所以 他在做司法部長以來 特別是在調查大選舞弊案時 顧慮太多 所以手下也不配合 造成巴爾在司法部的工作難以開展 比如說 11月11日 巴爾曾下令 允許各地聯邦檢察官對在大選中出現的 違規行為進行調查 但是司法部高級選舉罪案 檢察官皮爾格隨即提出辭職 以示抗議 之後 在川普要求設立特別檢察官 對通俄門事件進行反調查 以瞭解FBI 是不是有不法行動的時候 巴爾任命的聯邦檢察官卻遲遲不交出調查報告 在最近幾個月 巴爾的工作成效顯然沒有跟上 川普的要求 所以川普對巴爾的不滿 也是巴爾感到壓力的一個外在因素 對巴爾來說 既然難以勝任司法部長的工作 加上媒體的攻擊 與其留在川普陣營擔任司法部長 不如自己主動讓嫌 為川普的下一步行動開道 巴爾究竟是不是內貴呢? 我們沿用林伍德律師的一句話說 巴爾是一名愛國者 那麼 巴爾在信中提到的 將要處理的重要事項又是什麼呢? 其實 巴爾在信中提到了 正如所討論的 我將在下週完成一些政府的重要事項 既然是和川普已經討論過的重要事項 自然是有關大選舞弊的調查 在這裡 林伍德律師說得更明白了 她在巴爾辭職之後說 我相信巴爾會在12月23日之前宣布重大舉措 但不想留下來起訴 她做得很好 為國家服務 新的司法部長和助理將起訴大量案件 我們希望 在調查選舉舞弊這件大事上 巴爾雖然沒有一個積極的開頭 但願有一個漂亮的結尾 不為自己留下遺憾 好了 今天就到這裡 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記得訂閱、點讚和轉發 謝謝大家 我們下期再見